首先把排骨清洗干净 放一些淀粉 把它抓紧一下 这样可以很好地去除血水和杂质 抓紧好后用水把它冲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捞出来滤干净分 排骨沥干嘴巴后腌制一下 放一些盐 料酒 一点淀粉 排骨搅拌均匀至10分钟左右 切些青红菜椒 大蒜切片 紧出清洗干净后把叶子蘸下来 只要把叶子切一下 现在调一个酱子 放一点蚝油 一勺猪猴架 一点点老抽 把它搅拌均匀 在盐巴上 磨叶子蘸下来 铃鲑鱼 锅鱼后放些油 铃鱼后放些油 油又要把排骨放进去尖煎 煎鱼后把排骨放进去尖煎 煎鱼后把排骨放进去尖煎 煎鱼后放些油 煎鱼后放些油 煎鱼后放些煎鱼后把排骨放进去煎煎 再和个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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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入鱼盆子 先盖子 放入里酒 转小火炙三四分钟 可以了 打开盖子 哇,好香啊 把提前挑的先浸到進去 攪拌一下 放入青紅菜椒 乾燥乾,再焗3分鐘 放入擠酥 哇,這個體質的香味真的好香啊 前程都是用小火來炸 炸後有一局糊 乾燥乾燥 沿邊再搭上一些米酒,煮一分鐘 要把剩下的擠酥全部放進去 翻炒均勻就可以出鍋了 這一道擠酥排骨就做好了 真的很香,很好吃 沿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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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 沿途 一路 沿途